运动燃希望基金 结出青少年运动员选举 第二季的颁奖礼 这天就在香港体育学院举行 这一季一共有来自 十个体育项目的运动员获得提名 那一起去看看 究竟哪几位的体坛新秀 可以获得这个加许 今季共有18名来自 十个运动项目的建议获提名 包括射箭、赤球、剑击、小型赛车 逼球、稳率泳、冰冰球、网球 三项铁人及自上人士冰冰球 而当中八位能够获得价值 2500元的现金及礼券作加许 这八位青年运动员包括 在泰国青少年公开赛 合共奪下两金一银一铜的 乒乓球代表陈以迅、李嘉宜 亚洲杯三项铁人赛于 男子精英青年组 涌奪银牌的15岁好手余成谦 以及在亚洲剑击锦标赛赢得 男子花剑个人铜牌的张家朗 亦有份亲身现身领奖 在颁奖礼当日本地却球坛 当红人物吴安怡亦是座上客 他除了跟在世界射箭青年锦标赛 云云高手之中 取得反谷公少年男子个人 第六名的王家乐 唱谈比赛心得之外 亦都顺度颁发奖金奖状 给两位亚洲21岁以下 英式却球锦标赛 取得同牌的师弟 陈永东和谭杨峰 很难得见到你可以在香港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说话 想和两位师弟说 鼓励 我觉得最重要不要怕失败 因为很多时候在训练 或者比赛途中都会遇到失败 或者挫折 很容易令自己的情绪很低落 甚至迷失了都会 我觉得在这时候 最重要是找一个自己相信的人 可能是家人 或者是教练 或者是前辈 可以去谈谈 他们会给你很多意见 让你可以放松一点 还有有一个正面一点的想法 我知道你也是刚才在巴基斯坦那边回来的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说 最近的动向 接下来我9月底 就会去英国Liz 打一个职业的女子排名赛 另外去到11月 我就会去Egypt 打一个世界业余的Miu菜 这次是15个红球的 那都在这儿捉三位运动员 接下来可以继续向自己的目标进发 你好 嘉乐 恭喜你 那你就在世界青年射战錦标赛那里 就获得第六名 那其实你自己是否预期之内 获得这个成绩 其实我没有预期过 打这个第六名 只不过每一次去打比赛 我都是 打算去尽力打好它 那这次获得这个 运动员希望基金的 结出青少年运动员 那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很感谢的 可以拿着这笔钱 去再努力 再去提升自己的技术 也对我一个很大的支持 其实这个以贵度表扬 本地19岁以下青少年运动员 只不然感到相当欣慰 那你见到那些 那些Junior 那些elite的athlete 给了很多人很多的动力 去继续他们 喜欢的运动 那还有 好像刚刚刚刚做完班长 那有一位运动员 他说他如何在逆境的时间 如何去应付 那这个正正就是 运动最主要的元素 就是不只是他拿到奖 或者赢了个championship 而是他整个过程 他是不断去投入他自己 去努力 那临场在逆境如何去应付 那这个是一个令到大家都会很得益到的 听到这件事 还记得上年运动员希望基金 就搞了个网球筹款运动 过程间还打破烈士世界纪录 不知道李小姐 未来有什么新搞作呢 未来的1月2016年 我现在就筹办另外一个筹款活动 那今次都透露给你 因为我现在都已经筹办了 那是做这个boxing的 是的 好 那相信各位观众 都会很期望这个筹款活动的了 那希望到时这个筹款活动成功了 谢谢李小姐 多谢你